大家好 我是Kyoko 來到今天我們溫度第七十個文型 今天和明天的文型都很簡單 這兩天可以很輕鬆地學習溫習這兩個文型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第七十 就是 前面是動詞的聽音 因為是DEMISEL 所以大家一聽到DEM字接觸開頭 就知道前面是跟這個動詞的聽音 這個意思是造級摩摩漢 一定要摩摩的意思 有一點表示決心 它的意志 大家如果經常看卡通片 就會聽到摩摩DEMISEL 例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今度也絶対試験に合格してみせる 這次我絕對會考上的 就是表示你的決心 以至代表這次一定要很努力去合格這次的考試 好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DEMO SUKATA GANAI 或者DEMO SUYO GANAI 前面是動詞的聽音 I的用詞不要意味 BINKU GANAI 然後NA的用詞 或者名詞也是GANAI 整個就是DEMO SUKATA GANAI 或者DEMO SUYO GANAI 它的意思是即使什麼什麼都沒有用 或者即使什麼什麼都無可內閑的意思 好 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今更文句を言ってもSUKATA GANAI 直到如今法勞書都無際於是 要在口語當中 我們很多時的DEMO 都會變成DEDE 另外第二項要留意 就是當句型沒有摩的時候 即是讀DEDE SUKATA GANAI 或者DED SUYO GANAI 就是表示程度 是有非常什麼什麼的意思 譬如這裡的例子 KOKAI STATTE SUKATA GANAI 就算後悔也無際於是 這裡就是表示非常的意思 今天的文型非常簡單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開這個動漫 或者日劇 經常都會聽到 我覺得今天這兩個文型 是動漫比較常出現的 所以我們今天很輕鬆就溫了這兩個文型 我們明天再溫其他的文法 如果你想溫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我們明天再見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